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次世界第六段 苦灭到神地 第四句看齐 贺明的光明 光明 是自信 本来具足的 在《华严经》里面 我们看到的 大光明藏 大光明藏 就是我们的心得 就是自信 这个里面呢 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尽的得能想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 一切众生 顾顾俱俗 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 只是 诸佛如来 正的 得光明 得正的 那我们虽然有呢 现在不能显示 智慧不能显示 智慧 变成了 妄想 但能 变成了 烦恼 向好 变成了 夜暴 怎么会搞成 这个样子呢 这一种事情 说来话长啊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不识几句话 就能讲清楚 讲明白了 总的来说 迷失了自信 这个迷失了自信 是什么意思呢 把自己自信 本具的智慧光明 迷失了 迷就失了 迷失了 无尽的得能 迷失了 无量的向好啊 我这几句话里头 你们如果要是真听懂 听明白了 就是一个字 迷 迷才会失掉 那么换一句话说 哦 你就得到了 众生 跟如来的差别 就是迷雾啊 物料 整个宇宙 是和谐 迷了啊 一切法 都是对立的 对立 就是孤立了 在这个世间 谁真心 关怀你 谁真心 照顾你 想一想 没有啊 人与人之间的时候 都是利害关系啊 除了利害之外 从前还有道德仁义 现在没有了 越来越孤独了 越来越没有依靠了 越来越恐怖了 越来越苦了 这是什么 迷失了信的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总算是有缘 总算是过去身中 还有这么一点善根 福德 遇到佛法了 这一桩事情啊 佛在经上 成交 人身难得了 佛法难闻了 开经纪里面讲的 百千万戒难遭遇 世尊在经上 由王贵 扶墨之 由须弥穿针之 都是说明 千万戒来 难得遇到的一面 经论里面 这些歧视 学佛的同修 都能够说得出啊 虽然能说得出呢 你了解的不够透彻 什么原因 真能了解透彻了 你就把机会抓住了 你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了 这个成就 真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只有你自己体会到 你周边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不是他的经济 比你高的人知道 不如你的人不知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多光明啊 是苦戒灭到 高地里面的名称 那么你就想得 修学佛法 啊 学佛 是得光明啊 恢复自己 自信 薄弱 智光 辩照 法界 那我们为什么 射掉了呢 总的说一句话 迷惑 早夜 受报 这三账啊 货业苦三账啊 三大类的障碍啊 把我们的信德光明 障碍住了 虽有不起作用啊 所以起的 现在所起的作用 迷惑 颠倒 造业 受苦 现在起这种作用 所以 佛在经典里面 常常感叹着 这一切 六道众生 可列明者 那么由此可止 佛法的修学 不是别的 除障碍而已 张爱 除一分 我们的光明就恢复一分 除两分 就恢复两分 所以你越学 越欢喜 越是其如呢 真的是 欲罢不能 你真的其如啊 那么现在 你烦恼成长 恢复一分 妄念 分飞 金的少 吐得多 这什么原因呢 你修学 没有长到法威 从前 李老师 常常用比喻 给我们说 胡云吞草 给个草 给你吃 放到口里 吞下去 问你什么滋味 不知道 会吃的什么样呢 细觉 慢慢的意 体会这个里头的滋味 那我们今天修佛 就是胡云吞草 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听讲 法威也没看到 也就是说 佛法真实的受用 没得到 这个就是 不会学 那么今天是会学的人 又有几个呢 真的没有几个人会学 为什么 老人不教了 父母没教你 长辈没教你 进来学校 老师也没教你 真正是 无量寿经所说的 信任无知 不舍道的 无忧于者 书无怪也 不能怪你 你非常不信 你这一生当中 欲缘不善 可怜可命 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 这大环境不好 民主自由开放 父母不能够教训儿女 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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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带儿童 糟糕不糟糕 老师更不敢管学生 管了学生 家长来告状 老师还要判刑 还去坐牢 谁敢管你啊 所以现在当老师 我也当过不长时间的老师 跟许多老师在一起聊天 这大家说真心话了 我们今天到学校来教授 干什么的 讨生活 拿一点薪水 拿一点终点费 过日子 是为这样的 敢教不敢教 学生来学校的干什么呢 混文凭的 变成什么呢 大家都混日子 老师 混一点终点费 混一点薪水 学生混一张文凭 你说悲哀不悲哀 你说这是不是可怜明天 那么问题 你想学佛 有没有成就 完全在自己的一点善根福的因缘 我算是非常非常幸运 小时候父母教导 有那么一点印象 这一点印象的时候 影响了一身 遇到这一身所遇到的 老师 同学 都非常善良 帮助我很多 我在苦难当中 当成 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 知道学习 可归也 抓到一点机会 绝对不放松 早年在台中 跟李老师生年 日子不是很好过的 其中也有少数人 想把我赶出台中 排斥 对我很不好 有意无意 都找麻烦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到台中 我到台中来干什么 跟老师修法 所以我只有一个观念 老师没有叫我走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都不走 我能忍 所以在台中那个时候 老师在同学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老师也称赞 徐某想我了 他有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 他肯不识 第二个好处 他能忍辱 六波罗密里头 我只要有这两个 我就能成功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对待我的时候 老师没有叫我走 我就会死皮赖脸 在这里书 我那个时候 也跟一些同学说了 我学成功之后 你们想请我来 我都不会来 我的话都兑现了 那我这种智慧 在哪里学来的 给诸位说 有一部好处 陈林宝宣 这个书 李老师教我念的 老师并没有一讲 叫我自己去看 那时候 我还没有出家 刚刚到台中的时候 老师介绍这本书 我知道 人如波罗密重要王 对照金刚经上 一切法得逞于人 唯有忍耐 忍耐是 消自己的掩障 这个是很深的意思 二三十年之后 我才真正懂得 在当时能忍 但是不知道 小业 不知道是小业长 忍 就像美国预言家 凯西所说的 人的一生 没有突发的事情 没有偶然的事情 换一句话说 中国业语所说的 亦赢亦诸 莫非前定 人是 生生世世 生活在因果相识之中 这个人见到我 对我很友善 对我很好 叙事 又善于 这个人看到我就讨厌 很不喜欢我 总是找我麻烦 过去生中 又不善 所以孟子 讲得好 行由不得 返求助己 这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善悟境界里头 要自己好好反省 故事 绝对不在对方 孟夫子 教育 我们要学会了 对自己有大理议了 为什么 灾消 佛就来了 别人对我不好 我要加倍对人好 别人不尊重我 别人轻视我 我要加倍尊重别人 他对我不好 消我的业障 我对他更好 赠我的福报 福慧 这要智慧 就是要了解 因果报应的理论与真相 要通达明了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 为什么 我劝大家 学佛 先把了凡私信 念三百遍 道理在此地 你学佛了 你学佛的菩提道上 重重艰难 你这一生很难有成就 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因果报应 那欢迎说 我这一次 身修佛的得力 说到这话 了凡私信 是我的基础 这是我 跟佛教 接触 念的第一本书 那是跟佛教徒接触 诸金舟 拉居 那个时候 我跟方栋梅先生 学哲学 方先生把佛经 介绍给我 佛经哲学 是世界上 哲学里面 最高的东西 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于是 我就 对佛法就很留意 我的朋友 介绍一位 他的朋友 老先生 那个时候 大概是 六十八岁 六十八岁 诸金舟 那就是 他送了一本书 了凡私信 我们有看 三百遍的 大概三十遍有 这是真的 越看越欢喜 看到什么 了凡先生 他在 年轻时候 那些毛病 我看 我通通都有 这是吸引我 我一下看 很多遍的道理 他的毛病 我通通都有 他的好处 我还比不上 所以这个书 读了之后 自己深深烦心 平常 厨师在人界 存心 你造资 就知道 很深 这个书 我受疑太大了 这个书还没有修佛 以后 得遇到张家大使 这时间都不长 都是二十六岁 一年当中的事情 那么这个书 只开始 接触到 佛书 佛书 最早 接触的 第一部读的 六足谈经 我看 有味道 丁佛宝的前著 那是一本 现状书 我是 好像是 第一次 休假 这个公家佛物 有这个休假制度 第一次 休假的时候 有两个星期 我到台中 住在 我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家里 他的书架上 书很多 我看到有六足谈经 有前著 住姐的 我在他家住一个星期 就把这本书念完 你很欢喜 很有味道 四种肺腾 以后 认识这个 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问我 为什么 想到学佛 度过些什么东西 我就给他讲 我看过了汉四星 看过六足谈经 张家大使摇摇头 六足谈经 太深了 你看不懂 他说我看不懂 我自己以为 很懂 我去见方东美先生 方东美先生问我 我要是这样告诉他 方先生 马上就摇头 他说 六足谈南 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一个 汇南以前 没有汇南 汇南以后 也没有第二回来 那是一步登天 你登不上去 就摔死了 所以他告诉我 这个不能看 他介绍我 看法相 看为实 他说为实法相 是尖叫 像爬楼梯一样 你爬高一层 对一层收拥 于是 我听了老师的话了 找法障的 这些经论来看 经论 看起来呢 还勉强能懂 他一看朱解 那就像看天书一样 完全看不懂 这个时候才想到 你看这两个 大善知识 说谈经 太高 太深 我看起来有味道 说发相 这可以粗学的 中下根粗学的 我看不懂 好在那个时候 遇到困难 那时候真点 这个像这种东西 太深了 正好在那个时候 香港 印这个 太虚大四全书 这个好 白花混 所以我就 请了一套 太虚大四全书 他一个月 寄进门来 我就看这些东西 遇到疑难的呢 每个星期天 跟当家大师 建设议 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跟大师三年 佛法修学的基础 在他那里 点点点 这达了很好的基础 他往人家走了 往生 朱荆州老巨师 介绍我 到台中 跟李老师去 我到台中 是朱老介绍的 朱老跟李老师 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童年 那我遇到 这样一个善知识 深年 如果不能够忍辱 没有善巧方便 许许多多的障碍 你怎么能突破 我所遇到的障碍 比你们不晓得 多多少倍呀 我都能突破 若无其事 绝不放在心上 造成伤害是什么呢 别人毁谤你 无如你造谣生死 你放在心上 你就很难过了 那就有障碍了 我的本事是 听到耳屏风 绝不放在心上 我放在心上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每天学的这些教 这些经教 我到台中来是干这个的 我到台中来 不是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的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缘分是更是难得 我不是台中人 我在台中 不能生根 将来一定要离开的 所以把这个缘分 看得比什么都宝贵 这也是 学习成功的一个因素 别的人 他们住在台中 他家在台中 老四常住在那里 今年学不会还有明年 明年不会还有后年 有的是时间 我不行啊 我不晓得能在台中住几天呢 随时可能会走啊 机会会失掉啊 所以把这个机缘 看得比什么都重 所以什么都能忍 只要我在此地 能够清静到死 你给什么 我都能受得了 我不会气烦恼 我要把心定下来 我学尽教 教理 教义 这都是李老师教导的 上上跟人 说什么 教理啊 所以我在台中盛年 读一下的 老四不让我写笔记 我听经 读经 他说你要注重教理 教理通了啊 一经通 一切经通啊 这个秘语 这个秘诀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不得以而求其次 要明教义 义也是的 不识 完全 通 有一部分 你比如佛教 舍个宗 教理通了 舍宗都通了 教义通了 一宗通 你的一宗能通 其他的宗也能旁通 这个识 不得以而求其次 绝不是 学一步进 就懂一步进 那你已经 没有法子成就了 那这叫寻知贼 老四教我这个诀巧啊 所以学的是 活活活活 不是死在版的 那么这个就是 事处事处事发里面 唱讲的 误复处 你学你要误啊 要误啊 那你就得要断烦恼啊 烦恼 请智慧才长 那么跟一切人士相处 这个你的烦恼啊 这个就是练心啊 就是你自己修行的地方啊 你能够把誓言看淡 你能把找麻烦的人 都是我的恩人 都是我的恩人老师 来帮助我 小业障的 你这个念头一转 凡是找麻烦来 来的时候 你都会获掌 那是大善之事 为什么呢 我的业障 就从这里消除 没有这些人 我的业障 到哪里消啊 他处处指责我 毁谤我 我处处赞叹他 感恩他 这个样子 一年两年之后啊 他不再毁谤我了 他对我很好了 我心里明白 我业障消了 如果别人毁谤你 无论你 你放在心上 你自己在生气 那你是业障上 又加业障 你还有怨恨 还有报复的念头 那就变成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错了 所有冤业 一线钱的 要一笔勾销啊 了了 画地为有 画愿为亲 这个叫修行 这叫功夫啊 这是真实智慧啊 这样才能得光明啊 光明是本有的 才恢复了 业障 除掉了 所以 讲修行功夫 我这52年 年年缺业障 真的业障 一年比一年少啊 智慧 一年比一年增长 方方面面 一年比一年增长 这是你们跟我时间长的人 你们亲眼看到的 可惜怎么样呢 你们没有学到 药经是要学到啊 但是 要真正学 从哪里学起呢 我是得利于张家大师的教会 从看破放下学起 你们没有在这上下 看破放下 我又讲得好清楚 好明白 最初方便 入门 从什么时候入门 对世出世间 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我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从这里起 你还有控制的念头 你还有占有的念头 你就难了啊 你的业障不容易消除 虽然你自信里头 有圆满的智慧 的能 不容易陷进 你障碍求不了 所以 聪明人 要在这里 克服自己的 烦恼吸气 中国古人 中国古人 克己 足胜 能够克服自己烦恼吸气的 你才能超烦入身 所以 外缘 我说的很多 都是善缘 为什么呢 帮助你提升境界 那不是善缘 是什么 但是你要记住 善缘 圣经 不能有 贪念 人在这个境界里头 容易生烦恼 起贪心 就是贪吃 愚痴 被 这个 瞬间 蒙蔽了 希望控制 希望占有 控制是吃 占有 是贪 你起这个烦恼 逆经 我云 很容易起什么 起成会 起报复 称吃 那这就错了 许许多多修行人 境界现前的时候 他总是多灾 贪吃 称吃 自己错了 远远里头没有故事 欧益大师说得好 敬远 我好丑 好丑 起于心 所以孟夫子说 行有不得 翻求助己 这正确 圣人都是这么修的 他成功 我们只要能记住 古圣先行 重要几句话 一生 在生活当中 奉行 在工作里头 在厨师 在人介物 认真努力学习 就客气 转返成圣 客服自己的烦恼稀气 真修行 真功夫 古德 就是 心得现前 智慧光明现前 断能 福报 现前 因为 他都是自信里头 本来就说的 不必去求啊 要求的 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稀气 如此而已啊 那么你再仔细观察 所有修行失败 怎么失败呢 修了一辈子 学了一辈子 到最后 还是高六道轮回 这就失败了 跟诸位同修说 你就是生到天上 也失败了 你没有出六道轮回 天赋想尽了 还是要往下堕落 所以 真正聪明人 真正明白人 一定会 记住 佛菩萨的教会 随缘 消旧业 莫根 造信仰啊 随便 消旧业 那个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顺利境界里头 修忍如伯罗明 在顺利境远当中 修普败行 普败行是 礼尽诸佛 我对别人尊敬 不求别人对我尊敬 只知道我对人要尊敬 我对人要赞叹 我对人要供养 我自己要忏悔业障 那这样的人呢 这就真的有善根 他的善根福德 现前 佛菩萨看到 欢喜 护念 是受 龙天善神 看到你 欢喜 恭敬 护斥 我们一般讲的说 永护 你得一切善神 永护 那么换句话 众有魔呢 你会很平安 独够 祝福 护念 善神 永护 祝福 菩萨 一切善神 没有私心的 他为什么护念你 为什么 拥护你 你走向光明的方向了 你走向光明的道路了 你绝了 你不迷了 你在境界里头 不被境界短了 什么叫被境界短了 好的境界 深贪念的心 你被境界短了 我的境界里面 你深诚惠心了 你被境界短了 境界不专人 是你自己用错了 心 所以 会的 会修的人 随便 消酒业 你看 随顺 瞬间 随 善云 消什么业呢 消金瘫 消愚痴 消这个业 在 历经里面 物源里头 消什么业呢 消成会 消愚痴 还不就是 射穿了 不就是消 消贪嗔痴 贪嗔痴 贪嗔痴 从哪里端呢 就从这地方端 你以物对我 纵然信害我 没有成会 没有报复 不当不当不成会 不报复 这是消业 消谈证 我还恭敬赞叹 感恩 那是什么 那是 增长 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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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德 感恩 念德 不生贪念 潜财 婶财 懂子 坐出来 给我们看了 我们自己 要会学 要能把他乐视在自己生活 自己工作 自己身边环境 一切人死无之中 我学会了 这个学会了好啊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越来越好啊 这个话是当年张家大师跟我讲的 你尝到发味了 发喜充满 真的是长生欢喜心 孔老夫子那个境界 学而实习之不宜悦乎 我也沾了一点边了 快乐无比 那么对世远 对发远 对福远 通通是随缘而不叛缘 叛缘就生烦恼 就迷了 就错了 随缘是智慧 我常讲啊 戒定会三学真相 他怎么我不开乐呢 所以我念恩 念思恩 中国古德教导我们 受人地水之恩 这是少啊 当我们口课的时候 人家给我们一杯水 这件小事 这个恩德 我正在需要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 当死用权为报啊 我将来有这个机缘的时候 我要十倍的报他 百倍报他 千倍报他 万倍报他 看我有多大能力 我要报个 这是信的 信的本来是这样的 没有人勉强你 没有人一定限制你 没有 自自然呀 如果这个人 始终对你的很好 你这样的报答 时间就不稀奇啊 有一个人 最初对你好 最后对你非常不好 你还是能这样报答 人家看到之后 某人有义气 某人是义人 永远不忘道义 这是教化社会 这在佛法里面讲 无量功德了 那么 施恩的人 跟报恩的人 都在演习 都在表演 用佛法讲 都是菩萨实现 教化一切东西 回头深暗 现在时间到了 我不就讲到这里 全部人 会员 在二天 就会推不成 你们 最后 在二天 也不得 我们